秦宇打开江兰界第二层 兰叔再度加戏出手试探秦宇 星辰变最新剧情已经更新 秦宇在十五星地级 试炼暗星苦修三千年 出关后实力大增 不仅灵魂结成金丹 并且还领悟了左秋梅的法则之力 随后秦宇便开始尝试打开江兰界第二层 江兰界作为鸿蒙领宝 因为难度系数较大 所以一直都是检验秦宇实力的最佳方式 他分为三层 每一层都需要不同的实力才能开启 当初秦宇在先魔妖界时 只是开启了江兰界的第一层 如今经过三千年苦修后 秦宇实力大增 在领悟了左秋梅的宇宙空间法则之力后 这才勉强打开了江兰界的第二层 这第二层对于实践的流速 与第一层大不相同 在第一层里 修炼十年外界才一年 而在第二层里面 修炼一百年外界才一年 秦宇打开江兰界第二层后 再次见到了兰叔 此时现身的兰叔并非投影 而是实实在在的意识本体 兰叔得知秦宇得到了左秋梅的传承后 便让秦宇出手 想要试探一下秦宇如今的实力 然而 无论秦宇如何攻击 都没能碰到兰叔 之后好不容易来到兰叔跟前 却被兰叔轻轻一挥 就给震飞了 也正是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让秦宇再次看到了差距 同时 丽儿也是秦宇继续向前的动力 相信不久后 丽儿也将飞升神剑 而见到丽儿 也是指日可待 对此 大家有何看法 请不吝点赞